原警大阵仗冲入汽车旅馆 破门压人 两名男子躺在床上打着赤膊 睡眼惺忪 来不及反应就被原警拖下床 框压在地 自知茶翅南飞 只能乖乖探承协助看人 因为16号傍晚5点多 他们一伙扼煞进窗户中和新大楼 短短一个钟头血洗屋内 两名男子被太下楼送一小张寻仇 竟是为了抖音呛响 上路PO出杨姓主席与女子亲密影片 写上欠钱不还海把妹 让他气愤埋下杀机 尽料了三名友人闯入PO影片的 温男租屋处先挟持女友 等对方返家再持开山刀狂砍 从25楼追逐到23楼 被砍到杜破长流的温姓被害人 海把刀抢过来翻杀对方 砍断韧带 三名友人见状立刻讨意 当下也不知道他们是特殊情况 陶一同伙深夜在泰山新庄一带 搭笑慌慌绕制造顿点 最后逃到新庄这处气旅 落脚休息 马上被远景埋伏歹人 今天早上的7点40分 查获再逃共犯 陈姓及黄姓犯贤 为了出一口气预谋藏刀杀害 两败俱伤 这群扼杀年纪轻轻 前科累累 逞凶都狠 全被法办 记得张又词黄玉兰新闻事报导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我莫莫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